大家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我听一个老中医跟我说 我妈妈总是磕瘦 可以用血水把它放个半年 然后包水和跟着苹果或者是牙梨包在一起 就可以直磕瘦 所以我今天带了个瓶子 把血水装进去 就是等到半年以后 如果谁磕瘦了都可以 用我这个血水来包包汤 看看能不能起到效果 妈妈86岁了 有时候磕瘦 看看老中医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Let's go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满的一瓶 等一下再装几瓶 拍拍 全部给它塞满 所以在视频前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针对于老年人 有时候晚上课速 有什么好的良方 也请你在我的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把你的很好的知识也分享给我们 也让我们在家的父母亲 遇到什么咳嗽 小感冒 有什么良方的话 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这样的 大家都说 多知都说父母在不远游 但是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男儿自在四方 到去去走一走 看一看 当然了 父母年老的时候 还是要回家多陪一陪 特别是节日的时候 跟老人家一起来 过一过新年 让老人家心里有个安慰 我们也是感恩 然后呢 就是让我们自己不留遗憾 朋友你在外乡 打拼的时候 有没有想远在家乡的父母啊 我知道现在 是时代不一样了 当然通讯更好 微信啊 视频啊 打电话呀 都可以 让我们跟父母亲 从视频中间 萤幕中间可以见到 但是就是说 陪在老人家身边的时候啊 还是需要的 摆散笑为先 陪伴是最好的笑心 我也向大家学习 我们互相一起来共勉 陪陪老人家 让天下的老人家 都健康快乐 长寿开心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再见